让项主行走几百年罪行到底是什么 当韦田老师借逃了助于大河之口 用御田日记将项主与乔宜波一紧密相连 我们终于能据此推测出更多的东西 那么本期我们就从源头出发 说说项主与他的罪行 项主身高三万五千米 体长两万多米 是目前已公布真面目的生物中 体型最为巨大的 也是已登场生物中年龄最为年长的 甚至可以追溯到空白的一百年间 其种类为纳塔尔利达像 腿部有两个关节 八百年以来一直是以四日大船队在海中行走 说到现实中的海上巨像 就不得不提冰岛著名的大象一言 不知韦田老师创作时是不是想到了这个 当然相主公认的原型 其实来自于著名的超现实主义画家 萨尔瓦多达利笔下的太空像 因为他的品种名道尔年就是 意思就是像达利画像上的大象 据说达利更早的灵感 来自于意大利一座背负方尖碑的大象雕塑 而方尖碑在埃及 是象征太阳崇拜的宗教建筑 达利创作于1946年太空像 则是受某电影工作室所托 作品主题为权力的诱惑 方尖碑在这其中象征了征服于权力的欲望 极其细长多关节腿 否定大象原本的强壮神圣 有着越强大越脆弱的意味 有些相似的是 到了海贼中 相主背着的 就换成了记录空白历史的历史证文 而他本相作为罪人 在海上跋涉了数百年之久 而今看起来与事无争的相主能犯什么罪 在大量翻阅相关资料后 我觉得我们应该从与之相关三个重要设定入手 一 战相设定 生命卡中公布的相主设计稿中 有疑似军略之主的字样 难道相主曾是一支军队代表人物吗 其实在鬼岛片刚开始 就有人提出过相主战相猜想 还猜测鬼岛就是他的头盔 恰好我在几个月前 还找到大象用橡皮挥舞 接现实原型 而此时 在鬼岛上就正有一把巨剑 战相手已经越发有说服力了 那么假设相主真是什么军略之主 那么皮毛族这种族很有可能自无就是相主麾下的战士 这一点与皮毛族天生全民兼兵的设定正好吻合 二 古老的毛绒龙公国 左屋时 神安一生曾提到 相主自如之中都背负了我们纯毛族的历史 相主是我们千年来赖以生存的土地 结合玉田的最终之岛之小乔一波一记载 相主在八百年前获罪开始行走 毛绒龙公国具体建立时间 也很有可能是在八百年前 同样是数百年前 纯毛族以合治国光月家的武士缔造了文约 世代守护历史正文 其实需要开国的不仅是合治国 皮毛族一直以来处于相主的庇护之下 生活的也相当封闭 走出国门的族人一直都有少数 从前佩德罗常提起黎敏 合治国的武士们 也一次将合治国的开国与黎敏挂钩 很有可能等待黎敏开国 即使武士们与皮毛族共同的历史使命 皮毛族们都认定 他们被相主庇护的生活终有一天会结束的 而所谓黎敏 开国和愚人岛中预言的重返地面一样 其实就是能引导各方的下一任乔伊波伊出现之时 三 乔伊波伊的目的 当伊姆在玛丽乔的兵库中查看巨大草帽后 便一直有乔伊波伊骑士巨人组的猜测 这位被罗杰引为肢解神秘人物 毁于空白的一百年间 而今其留下的痕迹 还在影响了许多大人物 他何以引导古代兵器 何以带愚人组重返地面 何以为新世界带来黎敏 虽然相关线索很少 但目前最被大众认同的 便是乔伊波伊的历史使命 就是推翻现有秩序颠覆压迫 创造一个天下大同 人人都能自由欢笑的世界 如果他真的曾带领 众多势力尝试这样的重剧 我甚至都怀疑 空白的一百年 其实正是为了抹杀他的存在 而作为乔伊波伊的伙伴 相主的罪行很大概率 就是帮助了乔伊波伊 达利让大象背上的 象征权力诱惑的方签杯 那么韦田老师 放在相主背上的石块后 所代表的历史真相 会不会也是一个 关于权力的故事呢 结合之前零碎线索 当年可能历史真相如下 原本跨着整片大海的 伟大王国从内部分奔离析 无数势力 为争取自由 共同发起一场 将世界一分为二的胜战 其中向主主人 也只会相主与皮毛族 共同参与了这场战争 可颠覆秩序之后 二十位王违背初衷 有心成为 根据统治力的职权者 这是好不容易 才争取来自由的人们 绝对不能允许的 于是作为反抗 他们的代表人物 乔一波一就像当剑 革命军领袖龙 与陆飞结合体一样 靠着他强大的号召力 团结起各方 与二十位王为首的野心家们 进行立场决定 历史走向终极决战 那时向主主人 向主和皮毛族 鱼人族 山多拉等势力 都站在乔一波一一方 鱼人族参战的条件 就是乔一波一 将他们一族带往地面 但最终乔一波一失败了 获胜者建立起世界政府 在乔一波一死后 抹除了与之相关的一切 因为他们害怕 自己重蹈伟大王国的覆辙 像乔一波一这样 能引领各方的人物 有着能颠覆世界的号召力 这也就是阴眼曾提到的 陆飞身上不自觉 将所有人团在身边的 大海上最可怕的力量 而后世界政府 开始清算乔一波一的盟友 光与一族见状 虽将无法毁坏地 记录了空白历史 石块分散世界各地 或许强大向主和政府的 重点关注对象 实则是让向主几百年 一直在大雾中躲避追击 而勉强扛过清算的和之国 从此更是低调的闭关锁国 今后下一个具有 乔一波一样恐怖号召猎人物出现 届时世界真相揭开 向主也将回归 再次在主人的指挥下 为世界黎明而战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向主主人的身份 从现在来看 这一人的主人就是头儿柱了 他身上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其实光月一族 已经明确是能读写 制造历史真文石块的石匠一族 而且当年玉田章 有倾听万物之声的能力 也没进来得到向主指挥权 所以问题 应该还是处在 逃出的另一般血脉 天悦时夫人的身上 正好天悦是从800年前穿越而来 在遇到玉田前 一心想要去往和之国 也许向主主人 历来变成和之国的 几大家族中产生 天悦时最初的目的 就是去找到那人 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 这一人向主主人 就是他的儿子 总之历尽曲折过后 如今的和之国 凑过了号召力恐怖的 乔一波一 与能指挥向主的现任主人 就像800年前一样 历史完成轮回 为扫清这世界所有压迫 将自由与欢笑还宇世人 又一场将世界 一分为二的巨大战争即将来临 最后说一下 如果向主站到 逃出一方后的战力问题 向主目前仅有无敌二字 可以形容 看他秒杀捷克 那般毁天灭地的架势 向主的实力下限 恐怕都在古代兵器级别 但这并不意味着 和之国就可以 傲视世界政府了 政府目前仍然深不可测 谁也不知道 他们背后还藏着多少地牌 光是庞卡索德 进行了几百年远古巨人研究 玛丽乔亚存在神秘国宝这两件事 并有可能成为日后的重大伏辟 而大将中 黄远的存在 如今看来也问题不少 他从未显入真实目的 对权力上的更进一步毫无兴趣 但他负责的 却可以成为海军命脈的科学部队 换言之 如果他有异性 那么海军的科技化手段 将从内部被彻底瓦解 虽然目前猜最多的是 还原是革命军卧底 但有没有可能 其实政府把它放到如此关键的位置 以从根本上掌控海军呢 如果真是这样 那最终决战时 不管治权有什么想法 海军之无和平主义者之类的武器 都有可能成为政府的力量 光是这些都足以威胁项主了 以上就是关于项主的脑洞猜想 如果大家还有更多细节发现与猜想补充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我是白金 咱们下期再见